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银川骑鹿第六集 鬼手残攻 本局选自1991年的全国人锦标赛 当年呢 徐云川只有16岁 遇上了上海的名将 特级大师林鸿敏 徐云川开局呢 选择飞象 本身飞象呢 是林鸿敏特大非常喜欢的开局 当时也是一愣 16岁的小将居然跟我比拼功力吗 这里黑方直接摆中炮 准备加强反击 红方出马 黑方跳马 红方马尔进三 黑方居九平八 这里出狙 双方迅速步阵成了飞象对主绒炮的常见开局 时至今日呢 这个布局也是非常流行 红方捕饰顾防非常好的选择 已经制动 也避免了黑方将来视角炮进川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那么黑方选择巡河鞠 红方平炮对狙 黑方果断对调 黑方再把八路鞠抬起 徐云川再选择平炮对狙 那这个局面下黑方选择躲居呢 是更多其手喜爱的选择 为什么不选择吃掉红居 再打一个中兵呢 一是在当前的一个局势下呢 林红敏呢也是急于抢分 害怕这个棋啊成河 这是我们自己的分析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 就是说这个棋打上呢 黑方没有便宜 因为红方呢可以进马登炮 黑方躲开之后呢 再选择挺兵 虽然说红方呢是损失一个宗兵 但是两个马非常活 相比较而言 黑方的两马非常呆滞 应该说呢 红方是取得优势的 黑方没有什么便宜 所以说呢 林红敏特大呀 这里没有选择对狙 而是呢直接把狙甩过来 他面对16岁的徐云川呢 觉得这个这盘棋啊 还是应该有所作为 因为当时的一个积分呢 他属于中等偏上 如果说他战胜徐云川呢 还是有机会冲击当年 个人赛的一个好名次 徐云川选择跳马必然 那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比较理智 这个棋的选择啊 可以选择拱个编族啊 编族挺起呢 用马给具伸根 这个棋呢 效率还是比较不错啊 一径之动 看红方怎么攻 这个棋呢 黑方实际上走了一 比较花哨的一个炮物推移 虽然说思路比较新颖啊 但这个棋呢 应该说速度比较慢啊 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符合棋理 那么徐云川呢 应该说是按部就班啊 他的风格呢 就是稳扎稳打 绵力长针 不会走很多啊 比较奇怪的啊 一些招法 他呢 选择两头蛇 把这个两个兵挺起呢 让自己的两个马非常活跃 那么黑方按照计划 炮五平三 直接瞄住 实际上这个棋行啊 看起来很新颖啊 有一些威胁 但实际上呢 红方这个阵型呢 非常的扎实 有一点点什么感觉呢 就是斜不压正啊 红方非常正 黑方搞一些 这个野路子来呢 对付红方 实际上没有占到便宜 红方这个时候 徐云川选择马三进四 黑方这个时候啊 还是应该稳扎稳打 不要着急 因为毕竟呢 对方是先走红方啊 这个棋红起 那么黑方现在平局顶马 是没用的啊 平局顶马呢 红方可以鞠二平四 我们可以摆两招啊 如果你现在顶我 我就平局 那么你现在打我呢 是没有用的啊 我这边泡一平四啊 这样一打呢 这个棋红方明显占油 关键是这个棋啊 目前形势呢 红方的两匹马非常活 黑方急于进攻呢 是没有便宜的 正确走法呢 还是应该先赶快补象啊 加强阵型的防御 实战当中 林鸿敏啊 直接选择拱三足 这个是强行挑起争端 想去有所作为 但这个棋啊 并不明智 徐云川近居一千 黑方就较为难受了 那这个时候再飞象呢 实际上红方可以强行拱过去 那么以下呢 黑方吃掉 红方一吃 黑方一飞 再选择越马 两匹马呢 雄局合口 黑方的两个马啊 相比而言非常呆滞 显然红方呢 明显大优了 实战当中呢 徐云川特大 没有选择冲兵 而是选择平击抓炮 个人认为啊 这个棋呢 不如冲兵简洁 当然平击抓炮呢 红方也是占优的 下到这里啊 黑方选择退狙 扶有平炮打狙 许他大呢 经过思考 认为对方平炮打狙啊 没有实质性的威胁 果断选择冲过去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非常强硬 那么黑方 如果你平炮打左狙 我就把狙躲开即可 啊 你现在挺足 我就卷退役 黑方也是占不到任何便宜 反而呢 这两个炮啊 在这个四路线 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所以林鸿敏特大呢 看到这个棋啊 打狙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还是按照当初的思路啊 选择两个炮呢 给其路线施压 许他大呢 早有准备 这里直接冲兵 那么假设黑方打掉兵 红方呢 马基金六上去 这个棋红方优势 因为你现在两个炮呢 没有威胁了 将来我可以进去咬炮 这两匹马啊 雄狙合口之后 黑方是非常难过的一个形式 因此呢 这个棋 黑方选择了炮打马 红方看起来 好像是丢了一个大子啊 那这个棋有什么计划呢 红方是有一个横兵抓狙 那么横兵抓狙 如果你吃我的兵 那我是白打炮 那相比较而言 黑方肯定吃亏 黑方不愿意 黑方如果躲狙呢 也没有用 寻穿呢 可以接走下兵 始终呢 这个棋啊 黑方是无法保持住多子的 你吃我的兵 我再打过来啊 那么这个子力位置呢 还是红方占优 因此啊 这个棋呢 黑方选择了炮打底象 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啊 吃不到大子 但是可以捞一个象的便宜 那许他大呢 在他自愿当中呢 也是觉得啊 这个棋 我虽然少了一个象 但是我呢 完全化解了你黑方 对我三路线啊 七路线的这样一个威胁 所以说呢 红方也是比较满意的啊 那么下头是呢 红方还抢到了一个 进去吃马的先手 这个局面啊 应该说呢 是局面的一个转折点 黑方应该选择 进去吃马对吃 对抢先手 非常的必要 红方如果进马 平局牵住 那将来啊 鞠马被牵 始终呢 要去解脱的 这样呢 就选择对调 老将上来呢 也没有问题 因为呢 双方没有鞠了 老将上来之后呢 也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黑方呢 是完全可以抗衡 毕竟呢 还多一个象啊 虽然红方呢 整体来讲 还是要优势一些 但黑方呢 可以呢 满意啊 应该说呢 是完全可以去 跟红方对抢先手的 但是啊 这盘棋呢 我们说了一个背景 就是林洪敏啊 他拿着后手想赢啊 他呢 不想走成这种局面 所以说呢 实战当中啊 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选择了一个回马啊 想呢 保留复杂局势 但是被红方进马一灯 红方占优了 现在啊 应该说 黑方理性一点 还可以去挽救啊 那这个棋呢 就是选择上市 那么红方吃居 黑方吃 跟刚才相比呢 基本上差不多 只不过呢 说呢 黑方又多了 丢了一个市啊 比刚才呢 更亏了一些 那么刚才那个局面呢 林洪敏都不满意呢 这个局面就更不满意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棋有时候啊 比赛就这样啊 你越想赢对方啊 反而呢 发挥不出啊 更好的一个 这个水平啊 越想赢对方啊 在某些关键时候呢 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那么走到这里啊 那么退马之后 红方 许云川 进马一灯 黑方退炮一别 这个棋就坏了啊 这个中相被踩了 这样的白丢两相 黑方一吃 红方一吃 再把这个马一吃啊 走到这个局面下 实际上许云川的 已经是取得了一个 非常大的优势啊 在高手的眼中来说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已经非常危险了 我们都知道呢 缺相怕炮 红方恰好有两个炮 黑方呢赶快选择禁局啊 准备呢 将来平局抓底相 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局的点 但实际上 红方这个棋并不怕啊 那么许他大呢 在他的这个复盘当中呢 也说了啊 这个棋还是应该炮打滇足 是最好的选择 一呢 是捞取实惠 那么再一个呢 你抓我的相呢 我可以打一将 你不是 我就炮五平七 这样吊主啊 黑方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可以牢牢的化解掉 黑方的这个火力啊 黑方如果躲炮 我就再杀一个足 红方呢 多像还多这么多个兵啊 那黑方呢 其实基本上已经败局已定 哎 这个应该说呢 是最好的有选择 那实战当中呢 许他大选择了炮鱼平五啊 也行啊 也是红方占优 黑方阳势 先避免炮打中族的这个威胁 那这样呢 就吃掉 黑方呢 平局抓相 双方进入一个肉搏战 寻穿平局啊 这里是先僵一下 黑方呢 就不适 那么红方呢 把中族再载掉 把这个黑方的整个防线啊 事项全部打穿 黑方呢 再把鞠平回来 哎 威胁呢 要打底相 再去吃炮 寻穿呢 这里上了一个市 那么如果黑方这个时候 在鞠吃 那么红方呢 肯定是落势 如果再抓双呢 就选择上去 你吃炮 我就杀士一将 啊 再一将呢 把这个敌马扫掉啊 这么下呢 红方也是占优啊 始终呢 是有个大中兵 双方将来呢 对调之后啊 狙炮对狙炮 但是黑方没有足的配合 红方呢 多一个大中兵啊 所以这么下呢 也是红方占优啊 不知道当时呢 林红炳特大呢 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变化啊 但实战当中呢 他确实没有用狙起石像 而是选择利用炮去打向 那么炮打向之后呢 许特大呢 选择阳士啊 这个棋呢 也是把这个四项全部弃掉 你吃了之后呢 我就选择用老帅 把中炮守住 啊 我宁可让你吃我的鞭炮 我只要保持住我的中炮 那么将来呢 杀你的中士 把你的马一吃 我依然是多一个中兵 可以呢 稳吃先手 黑方走到这呢 选择出将 那么红方呢 就平均吃炮 双方呢 都知道这个变化呢 是红方占优 黑方寻求一些变化出来 但许特大呢 平均一吃 始终呢 想跟你去对啊 对一个子之后呢 红方多中兵 大中兵呢 可以强曲直入 黑方很难招架 下到这呢 黑方选择将军 再将军 通过较将给炮生根 再选择上了 红方进鱼 应该说呢 这个鞭马啊 已经阵亡了 那么黑方呢 也是不堪示弱啊 虽然说局势非常的亏了 但是呢 也是非常顽强啊 这里将一将凑一些时间 也是大赛的经验 这里呢 再抓双 准备吃中炮 再吃边炮呢 肯定是不行啊 红方不能容忍 选择打掉 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啊 应该说呢 黑方最后的机会啊 就是选择上将 经过猜解 最后的机会选择上将 其实并不是说呢 我进老将吃炮 有多么的好 关键是啊 将来呢 红方没有较将的机会 我们假设红方这个时候呢 先躲一部炮 那么黑方依然是按照实战的思路 选择退炮叫杀 注意这里有一个偷杀 平中炮要是要杀齐的 那么红方再选择退 那么跟刚才相比呢 黑方多上了一部老将 那这个时候再选择对调呢 就完全不同了 由于啊 黑方的老将在上面 红方呢 没有平居赵江的棋 黑方可以吃兵 这个棋啊 红方的中兵被消灭 双方将来啊 鹿死退守 还真的未可置野了 黑方啊 非常可惜 这个时候呢 没有选择上将舔炮 那么直接呢 选择了一个超之过急的 一个退炮 那这部棋啊 也可以看出 黑方始终啊 面对16岁的小将 是想求胜啊 但是呢 战术上呢 不是很正确 对吧 总是有一种 超之过急的感觉 让自己的这个棋呢 有点变形 那么退炮想叫杀 许特大肯定是不能 给这样的机会啊 退炮呢 顶住 不给你杀棋的机会 那黑方看到没有机会呢 就选择杀掉了 这样一将啊 那么由于呢 你黑方刚才没有上将 红方始终是有一个将啊 红方的鞠呢 可以通过叫将 给中兵伸根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一个区别 由于老将呢 不在上面 红方始终呢 可以中间将 所以你现在杀我的兵呢 红方啊 我随时可以呢 平居将 哎 就把这个中兵守住了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大胆的 哎 把中兵向上冲 如果你这个时候啊 去抓我 我就再冲啊 你再抓我 跟刚才相比就不一样了 对吧 我可以通过叫将 刚才老将在上面 就没有这个棋啊 那我再一将 我随便把炮躲一躲啊 这个棋呢 我的中兵呢 非常的稳固 那这个棋 黑方就必败了 是不是啊 这其实是个非常巨大的区别啊 那么黑方最后输啊 其实也就输在这个中兵上啊 那么后续呢 一看黑方这个棋抓不行啊 就选择了一个进炮啊 那么红方呢 选择较将 占据了中路啊 再把这个局呢 拉回来 抓炮 黑方退回去 红方呢 选择一个初帅 准备较将吃炮 黑方把炮拉过来 红方可以大胆的冲中兵 黑方呢 先吃一个 这里选择浸泡 那么这个棋啊 啊 应该说呢 就体现出 寻穿特大的 诡秘残攻 这个残局非常的厉害啊 那么这种局面下 怎么去突破呢 如果说你的兵呢 两边横 容易让黑方占据中路 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如果说被对方占据中路 那毕竟这个兵呢 冲下去还需要几步棋 黑方可能会有一些反击 那么许特大呢 跟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这个 残局的客啊 这个棋呢 选择炮往前挪 循序渐进 掩护自己的中兵呢 下冲 黑方也是没有办法 你说黑方没有反击的点 是吧 中路又抢不到 兵呢 又抓不死 单击寡炮呢 又来 又没有棋 竹子呢 又太慢 所以说黑方只是 只能是坐以待毙了 实战当中甩过来呢 想去抓抓兵啊 这个棋呢 来不及了 下兵 你现在在抓呢 人家就看住了 黑方平过来啊 走到这呢 许他那呢 再出妙手 直接进炮啊 第二次进炮 准备掩护兵呢 下下冲 那你黑方肯定是不能吃啊 你吃了 我连续冲兵下去啊 黑方就直接被僵死了啊 这个事情是就连续冲死了啊 所以说呢 你不能吃 实战当中选择躲炮 好 那你现在没有骑是吧 哎 我再选择这个进将啊 不给你这个什么将军的机会啊 描住我的炮 再选择呢 哎 准备将来再冲兵 黑方现在退呢 准备将来司机呢 去炮自平武 那么巡船特大呢 继续不给你机会啊 再选择进炮 你看三次进炮 一二三 始终呢 选择把炮往前进啊 给这个兵呢 留出一个长驱逐的一个空间 现在啊 如果你选择吃我 那我红方中兵冲下去 这个大中兵啊 是千军万马也挡不住了 即使你退居 我也要冲下去啊 那这个棋黑方就必败了啊 我们假设摆两招啊 这个棋呢 如果这么下 黑方战类的话呢 也没有用 我就冲下去啊 再选择把兵一横 这个就绝啥无解了啊 形成居兵的一个典型杀法 黑方呢 虽有一个炮 但是啥用没有啊 一点劲也使不上 那么假设你躲开 我就进居一将啊 再横兵一将 典型的一个啊 占据中路后的一个杀法 黑方呢 是无力招架 因此啊 这盘棋呢 非常的经典 寻穿的三次进兵啊 是取得了这样一个胜利啊 我们把后面的招法看完啊 刚才解释了黑方不能吃 所以呢 选择了一个退居 那么红方呢 就长距直入了 再选择平居 再选择冲 那么走到这里啊 红方的兵呢 已经是占据了一个大堂的位置 黑方呢 再无抵抗 也只能呢 选择投子振赋 这样的话呢 当年啊 16岁的许云川 在1991年的个人赛啊 也是战胜了上海的名将 特技大师林宏敏 那么1991年的个人赛 最后的一个排名是怎样的呢 那最终呢 许云川特大 在当年是取得了个人赛的第三名 第一名和第二名呢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个人啊 那么当时的第一名呢 是呃 李来勋啊 亚军呢 是吕钦 恰好呢 当时啊 寻川的总赞计呢 是七胜 四合两负 那么输的两盘棋呢 就恰好输给了冠军里来群和亚军绿青 就恰好输给了冠军 就恰好输给了冠军